VCR 我有一个第一趴想跟你探讨一下 就是因为那个妈宝的这个话题 因为我大概15岁的时候就是 我妈妈独自把我给带大 所以我跟她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经常会认为就是 妈宝和这个孝顺其实就一线之隔 那在你看来的话就是 一线之隔你怎么去的 妈宝的话就是任何事情都会 听妈妈的话不管对与错 那孝顺的话就是一切会 所以妈妈先为考虑为主 就是不管是发生任何事情 还是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肯定是把我妈放在第一位 你妈妈很开心 你把她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 妈妈也会劝你说 别把我放在第一位 你还是将来找一个女孩 把她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妈经常会跟我说 就是以后我结婚了 她要自己去养老院住 我就告诉她不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要挟吧 不是要挟 是可能因为打苦心台 就是假装说 哎呀算了我就去养老院 就看你怎么去 你们也不用管我了 我就随便了 你们幸福就可以了 随便我去吧 但你在哪里心呢 对不对 我就会想经常我们在讨论 婚恋的时候 经常有一些男女家们 互相提问 请你回答一下 事业 家庭 孩子 父母 你给我排个序 一个在社会上生活的一个成年人 他要面对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对我们都很重要 你不能把它排个序的 我们中国人逗孩子去 会有最蠢的一件问题 对 哎小朋友好乖啊 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 你们有病吗 人家爹妈对他好好的 都喜欢可以吗 来吧